最佳雪车品牌,哪个更好? 滑雪豆 vs 北极猫 vs 北极星 vs 亚马哈 如果你想买一辆雪车雪橇 你可能会被目前市场上的众多品牌和型号所淹没 在下面的文章中,我们将回顾四大雪车品牌 Skidu,北极星,北极猫和亚马哈 以便您找到符合您需求和偏好的雪车 Skidu雪地摩托 Skidu绝对是雪车行业的领导者 在美国,几乎每期一辆雪车就有一辆Skidu 这将证明滑雪橇和滑雪摩托雪橇的可靠性 Skidu雪地摩托由加拿大公司庞巴迪娱乐产品公司BRP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第一款滑雪豆模型由约瑟夫庞巴迪设计于50年代末发布 有趣的是,Skidu一词是由于他们在制作BRP产品手册时拼写错误造成的 雪橇最初被命名为滑雪狗 但与谷歌一样,这个拼写错误只帮助该品牌像今天一样成功 无论如何,滑雪橇制造商分为五类 越野雪车,跨越式雪车,公共设施和休闲雪地车,山地雪车,旅行雪车 此外,该品牌还提供自己的雪车装备,套装和配件系列 滑雪摩托能持续多久,你的雪橇能持续多久 主要取决于它的使用频率和你的驾驶地点 然而,Skidu雪橇以其可靠性而为名 因此如果你每年骑行大约1000英里 它们很可能会持续20年 Skidu雪地摩托在哪里制造? 滑雪橇在世界各地制造 该品牌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芬兰设有工厂 所以几乎所有最吸引人的地方都有一个滑雪场 它们的总部在哪里? BRP股份有限公司,包括Skidu品牌 总部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瓦尔科特 2021到2022年滑雪斗模型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Skidu从不失望 它们目前有一些有趣的模型 它们将在明年发布更多 看看它们的雪地摩托和车辆的范围 K&M越野车、K&M公路车辆、海底船只、滑雪雪地车、山猫雪地车 以下是Skidu2022年推出的车型 K&M Riker公司、K&M Spider F3型、K&M Spider RT公司 北极星雪地车是最好的吗? 北极星是另一家雪地摩托和摩托车 UTV、ATV和北极星雪地摩托履带的制造商 它们在雪车行业占有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这还不错 该公司于67年前上市 仅比Skidu早五年 它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公司 拥有30多个品牌 销售各种车辆、军用、电动、商用 它们甚至生产了10年的私人船只 尽管现在已经不生产了 许多人将北极星与激情和冒险联系在一起 这也难怪它们的汽车质量是一流的 它们非常可靠 可以满足任何人的需求 为了区分雪地车和雪地自行车 它们更窄、更轻、更容易转弯 北极星推出了北极星雪地车和北极星森林车 这可能与雪车无关 但另一个很好的点是 该品牌非常注重团队 它通过培养员工的技能 来帮助它们充分发挥潜力 这听起来很酷 与它们的座右铭走出去思考 齐头并进 所以 简单的答案是肯定的 北极星肯定是最好的雪地摩托制造商之一 对许多人来说 它是最好的 北极星雪地车能持续多久 北极星雪橇非常耐用和可靠 因此它们肯定能行驶2万英里 没有问题 北极星雪地车是哪里制造的 雪地摩托和许多其他北极星车辆 都是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罗索制造的 另一家北极星工厂 位于威斯康辛州的奥西奥拉 这是它们生产发动机的地方 此外 它们在全国各地都有一些设施 位于阿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和弗吉尼亚州的精神湖 它们的总部在哪里 北极星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 北极星雪地车多少钱 这家制造商被认为是一个高级雪车雪橇品牌 因此价格超过1万美元甚至更多 一辆用过的北极星雪地车只需7000美元就可以买到 但昂贵的则需要15000美元 这取决于它们的行驶里程 2021到2022年北极星模型是什么 2021 Polaris推出了许多不同类别的车型 北极星Ranger 北极星RZR 北极星概述 北极星运动员 明年该公司已经发布了新的车型 包括 新护理员SP570 2022年RZR Pro XP 全新版本的Sportzer 570和XP1000 带驾驶命令 新通用 XP1000 开拓者版 新青年RZR200FI 北极猫是最好的雪人吗 北极猫也位于明尼苏达州 于1960年首次引入 但四年前 贝德士龙收购 它专门制造雪地摩托和其他越野车 以及北极猫雪地摩托履带 北极猫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雪车品牌之一 尽管它只占有15%的市场份额 最初的北极猫雪橇 是由前北极星员工 艾德加·赫婷发明的 该公司被称为北极星制造公司 90年代 该公司经历了一些艰难时期 几乎破产 但被Arctco挽救 从那时起 这家公司就被称为北极猫 尽管北极猫的品牌如今很大 但它仍在美国 目前在美国以外没有其他设施 它们的客户看重北极猫产品的可靠性 这使该品牌在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去年 该公司宣布 它们将开始并排生产 ATV 这对于一个如此大的品牌来说 非常令人兴奋 北极猫雪地车能持续多久 根据型号 北极猫雪橇将持续 1万至1万5千英里 北极猫雪车是哪里制造的 北极猫汽车是在明尼苏达州的 Z-Free River Falls制造的 这很有道理 因为离山区只有一天的车程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 该公司在美国以外还没有其他工厂 北极猫使用亚马哈发动机吗 是的 它们是这样做的 北极猫在2009年之前 在它们的四冲城雪橇中 使用了灵木发动机 但后来决定更换它们 因为发动机似乎有点过时 该品牌不愿意从头开始制造四冲城发动机 因此它们最终开始与亚马哈合作 并开始使用它们的动力源 然而 北极猫二冲城雪橇有公司自己开发的发动机 它们的总部在哪里 北极猫的总部设在明尼苏达州 明尼阿波利斯 一只北极猫雪车要多少钱 一只全新的北极猫的价格 从6000美元到21000美元不等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二手车 你可能会找到一款售价低至5500美元的二手车 2021到2022年北极猫模型是什么 该品牌去年宣布了以下类别的新车型 ZR拖车 暴动交叉模型 山地模型 青少年雪橇 Northman公用事业雪橇 2022年北极猫雪车阵容包括 2022北极猫Thundercat每股收益 2022北极猫Thundercat 2022北极猫ZR8000R2 2022北极猫爆炸XRTuring4000 2022北极猫爆炸XR4000 2022北极猫铁杆α1号 2022北极猫暴动X8000 2022北极猫Northman X8000 2022北极猫ZR200 亚马哈雪车 从一开始亚马哈就销售乐器 如风琴和钢琴 并被称为日本嘎基有限公司 1955年 该公司以亚马哈汽车有限公司的名义 开设了另一家分公司 并开始生产摩托车 如今亚马哈是一个主要品牌 生产山地车 越野车 青年车 多用途车 跨界车和两人游雪车以及配件 配件和亚马哈雪车赛道 当然 他们还继续制造摩托车 喷气艇 个人船只和乐器 20世纪80年代 该品牌推出了Phazer 这是业内第一款轻型雪地车 尽管如此 亚马哈仍以5%的市场份额 位居雪车行业第四 由于这是一家日本公司 品牌背后的理念非常重要 在他们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亚马哈 他们重视行动指南迎接挑战 并迅速行动 管理原则创造超出客户期望的价值和企业使命 创造满意和喜悦 亚马哈的产品都是高品质的 一旦你开始使用它们 你就不会质疑这一点 自2010年代以来 该品牌一直与北极猫合作 亚马哈雪车能持续多久 亚马哈雪橇以其强大的发动机 安全特性和耐用性而闻名 因此 您可以放心 只要您正确驾驶并妥善保养 亚马哈将持续使用 亚马哈雪车在哪里制造 亚马哈在日本制造雪车 有趣的是 每辆车一离开装配线就要单独进行测试 这就是它们如此可靠的原因 它们的总部在哪里 亚马哈汽车公司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亚马哈雪车多少钱 亚马哈雪地摩托比其主要竞争对手便宜 2021的车型售价略高于3000美元 一般来说它们的雪橇不超过2万美元 一个二手的售价为5000美元至13000美元 2021到2022年亚马哈车型是什么 2021亚马哈发布了以下类别的雪橇 Smacksman's公司 Sandy Max 二冲城 新越野滑雪 稳定履带雪橇 跨街滑车 现在看看它们今年得到了什么 亚马哈2022响尾蛇 SRX LE 亚马哈2022 Sriver LTX GT 亚马哈2022 Saxonum 什么是最可靠的雪车品牌 许多经验丰富的雪地摩托手声称 亚马哈雪橇是最可靠的 这可能是因为它们使用了日本的特殊技术 每辆车在上市前都经过了个人测试 你可能会想 如果亚马哈雪车质量这么高 为什么它们只占5%的市场份额 这家日本公司不太注重营销和推广它们的产品 因为它们更注重生产的产品的质量 有多少雪车制造商 显然 雪车制造商的数量并不局限于我们讨论过的四家 还有一百多人 一些品牌已经停产 而大公司收购了其他品牌 以下是一些底座制造商 但列表肯定并不详尽 卢比 富夸 福克 邦哥邦塔 水星 科尔曼 约翰迪尔 阿姆科公司 美国空军 麦塞福格森 月平均日 滚轴 Oflex 积分 OMC公司 灵木 摩托滑雪 德士隆公司 康罗伊 结论 Snowmobile 这些品牌 这是想要购买第一辆雪车雪橇的初学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但当然这没有明确的答案 许多人认为Skidu是最好的雪橇制造商 他们是雪车行业的领导者 占有50%的市场份额 并在不同大洲拥有设施 Skidu始终致力于采用最好的技术和材料 每年都会生产最现代 最创新的雪橇 其他人会认为 亚马哈雪橇是市场上的顶级车辆 因为它们的可靠性和强大的发动机 它们可能没有Skidu那么时尚和创新 但如果你只追求耐用性而不在乎设计 你应该看看亚马哈雪车的型号列表 无论哪个品牌对你有吸引力 都不要超越自己 首先 确定您需要哪种类型的底座 以及主要使用它的位置 花时间在互联网上做一些研究 了解更多关于品牌和车型的信息 比较它们的优缺点 并阅读评论 购买雪车是一件非常严肃且昂贵的事情 因此首先要熟悉行业和市场 如果雪橇看起来太便宜 不要冒险购买 一辆像样的雪车的价格 不会低于4000美元